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闻名律师事务所 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转F1签证身份以及办理OPT可以使用加速审理 那我们知道呢,美国移民局在2023年初宣布了新的规定 说从2023年的上半年开始 转身份以及办理OPT公卡将逐渐可以使用加速审理 Premium Processing 具体来说呢,从2023年的3月开始 已经提交的OPT申请包括STAM都可以使用Premium Processing或者叫PP 从4月开始呢,所有的这类的OPT EAD申请 I765都可以使用加速审理 从5月开始呢,I539申请转F1学生签证身份 转J1访学身份 以及呢,F2,J2都可以使用加速审理 这个是对于判定的申请 到了6月呢,就是所有的申请就都可以使用Premium Processing 5月是说已经提交了,还正在审理中的 总体来说呢,这个对于想在美国留学 访学长期待在美国工作的人来说呢,是一个好消息 从这方面呢,具体的执行是这样的 对于I765公卡OPT申请的 如果申请人选用Premium Processing 需要另外交1500美元的费用 移民局呢,承诺会在30天内完成审理 如果要求补充材料 申请人补充了材料以后呢 移民局也会在30天内 要么批准,要么因为各种原因拒绝申请人的申请 我们知道呢,此前有好多人 比如说在美国留学毕业了 但是没有及时收到EAD,很着急 联系我们律所的呢,也有好多人有这方面的情况 在移民局的新政策以后,至少对于广大的留学生来说 办理OPT,EAD,包括STEM延期 就可以有一个更快的这么一个时间线 方便了大家 同时呢,还有很多人来到美国以后 希望呢,转成学生身份 或者是访学,或者是家属的身份 像这样呢,可以较长时间待在美国 因为我们知道呢,用B签证 在美国只能待6个月的时间 虽然可以延期,但是一次一次延期也很麻烦 有的人呢,可以用B签证 或者别的签证来到美国 或者呢,用H签证工作 或者是家属等等 后来呢,他想要更长时间待在美国 或者上学,被学校录取 或者是取得了访学的offer 然后呢,他想转成F签证身份 或者J签证身份 此前呢,在美国境内转 时间很长 现在呢,移民局推出了这个新的政策呢 等待时间就很短了 原来呢,有一些人被迫呢,要出境去签证 那现在呢,根据移民局公布的政策 从2023年的5月6月开始 个人呢,如果要选择加速审理 对于这类I-539申请 移民局另外收费1750 在短时间内完成审理 根据移民局此前的宣布的政策 今后呢,其他的I-539转身份的申请 包括像H4啊,这样的申请 比如转H4身份 以后呢,应当也都可以使用加速审理 这个目前呢,还没有具体的公布时间表 但是呢,关于扩充加速审理这方面的适用范围 移民局呢,已经有多次的宣示 所以呢,应该会逐步的得到实行 那我们知道呢,移民局虽然是美国联邦政府的机构 但是呢,和其他政府机构有一些区别 它不是依靠拨款 而是呢,依靠申请人的提交的费用啊 来运行的 那在这一段时间呢 移民局也提交了说要涨价的公示 当然具体是否能够批准什么时候实行 还不好说啊 但是从这方面我们也看到呢 移民局自己呢,也在增进服务 创收啊,包括有更多的收费的项目 如果申请人选择 交更多的费用 那么也可以得到更快更好的服务 我们律所的客户呢 也有一些人是用别的签证身份来到美国 过后呢,想要在美国读书 或者呢,因为已经办了绿卡在等排期 或者呢,想要陪同孩子上学 或者有别的原因 总之呢,在美国境内要办准身份的申请 那么此前呢,我们也取得了若干的这类批准 但是因为移民局处理速度的问题 往往要的时间比较长 那今后呢,有了这个premium processing这个选项 应该就会快很多 所以呢,根据我们的经验和观察 在最近一段时间呢 我们看到美国移民局和国务院 出台了更多有利于留学生的政策 办理呢,到美国的学生签证 在美国境内转学生身份啊等等 应当说呢,比以前要更方便 那想提到一级毕业以后呢 就是说办理工作许可这些啊 一方面可能他这个从政策角度出发吧 也希望能够更多增加到美国留学的吸引力 此前我们也讨论过对于申请人来说 如果现在就符合绿卡条件呢 当然最好 如果不符合呢 与其花很多钱办太平洋 加勒比海小国的这个身份啊 或者其他地方呢 我们认为啊 不如办理到美国留学更好 那么最近呢 美国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呢 也让留学美国呢 可能变得更有吸引力 办理的手续呢 可以更快捷方便 好,那我们这个视频呢 讲到的是从2023年 上半年开始啊 办理转身份 以及OPT申请 都可以使用加速审理 有更多的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